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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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上個星期進入到柏拉圖的對話錄 Yucifl 這個對話錄裡面 當時我們提到兩個重點 第一個 希臘的德性 也就是arité 它的意思 其實是excellence 是優秀的意思 這個優秀包含了 智慧 勇敢 正義 節制 虔誠等等 這些德性 它不只是在我們一般所講的道德的領域 而且像智慧 它就不是道德的領域 而是一個人的這個 就是它的智慧 一個人到底有多聰明 那麼希臘人所追求的事實上是這樣 那麼在這一點上面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這種德性論的倫理學 跟譬如說我們在之前談到的效益主義的倫理學 或者是義務論的倫理學 不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就在於 德性論的倫理學 是擺在自己的身上 擺在人的身上 我要成為一個優秀的人 那麼成為一個優秀的人 要是怎樣的一個人 對於希臘人來講 就是這個有德性的人 就是有德性的人 那麼這個有德性的人呢 它不一定是 因為像效益主義它所追求的 效益主義問的就是 最大的善是什麼 就是這個 從結果來考量 這個結果能夠讓人 讓最多的人得到最大的快樂 那麼它從結果來考量一個行為 從結果來考量一個行為 那麼這樣的一個結果呢 到最後就會重視那個最終的結果 也就是重視成績 重視名次 重視結果 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講的 以勝敗論英雄 那麼效益主義常常為人所詬病的 就在於 它以這個成敗來論英雄 因為到最後就是 誰能夠贏 那這個它就是對的 就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而義務論呢 反過來它是從 做一件事情的動機 那個一開始所發的初心 那個初次想到的的 那樣的一個想法來出發 來判斷它是否是善的還是惡的 而不是從這個結果 但是當這樣子的一個考量的時候 它當然完全忽略了結果 而且它所衡量的事實上 也就只是一個 這個出發點而已 只是一個出發點而已 那麼德心論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它不是從事情的結果 或者是事情的初衷 來討論這個 善跟惡 或者是討論這個對跟錯 是這樣的一個行為 相反的它是從這個人 有沒有那樣的德性來討論 那麼如果瞭解這一點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在一個重視優秀 重視卓越 譬如說台大要追求卓越 對不對 它其實不應該重視名次 重視在世界大學的排行榜 因為當它重視這個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在重視什麼 就是在重視結果 就是在重視結果 一個優秀的人 他主要的就是 他做什麼事情都符合這些德性 智慧 勇敢 節智 正義 也許他在那個最後的結果中 他是慘敗 但是他行得正做得正的 行得正做得正 在那樣的一個情況底下的失敗 而不是他最後一定是贏的 這個我們從希臘的 所有的神話的故事裡面 都可以看得出來對不對 希臘的神話的故事 那個做得對的人 最後不一定得到的是一個好的結果 但是他在他所做得對的 他的事情當中 他表現了他是一個勇敢的人 他表現了他是一個有智慧的人 以及等等 他表現出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而我們要在乎的事實上 是這樣 我們要在乎的事實上是這樣 那麼這顯示的就是 你並不是 就是如果你是追求卓越 你是追求優秀 追求這個德性 那麼你所追求的其實是什麼 你這個人 是不是一個真正的優秀的人 你這一輩子的表現 是不是真正是一個 優秀的表現 而不在於 你最後是不是成功 這件事情上面 這個是我們在上次就已經提到過 那麼在Yousifel 的這個對話錄裡面 我們會看到 蘇格拉底在討論這個前程這件事情 他事實上也要去抓住這個前程這件事情 他的一個特性在什麼地方 這是我們在上次提到過的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在那裡 這個蘇格拉底問Yousifel 說什麼是前程 對不對 是什麼是前程 那麼Yousifel 的第一個回答 他說前程就是取悅諸神 Holiness is what pleases the gods 取悅諸神 那麼這個明顯的就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在 那麼這個問題就是我們在上次提到過 希臘的諸神意見總是不一樣的 你如何取悅這個大家不一樣的意見 那我們因此從這個多神論轉移到一神論 那你說回到了一神論 那似乎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一神論裡面 我們看到神所給的誡命 比如說在聖經上面的誡命 或者是在回教的可南經上面的誡命 你可以看到他事實上有很多誡命 彼此是相互衝突的 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在聖經裡面的公義與愛 這樣的一個矛盾 講公義沒有問題 講愛也沒有問題 但是講愛就要寬恕對不對 就要原諒 那麼講公義就要公平 那麼現在如果上帝碰到一個人 他說他做錯事 上帝說因為我們要愛 所以我就寬恕你 然後換你做錯事了 上帝說我們要公義 所以我要懲罰你 你不會覺得這不公義嗎 你不會覺得是不公平嗎 為什麼對某些人是公義 對某些人是愛 是原諒是寬恕呢 對不對 那麼這個在我們書裡面 舉了很多的例子 那麼這些就是 這裡面所談到的例子 那麼在可南經當中 談到酒對不對 那麼這個酒呢 究竟他是好的還是壞的 在經文裡面 有些地方說他是撒旦的 這個弄出來的東西 那麼有些呢 則是認為酒是為一人解渴的飲料 那麼究竟酒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你可以看到在這裡面有各種不一樣的說法 這個是我們在那裡所看到的一個情況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這個取悅諸神這件事情 因此就變成了一個可疑的說法 就是到底要取悅誰 所以這個我們看到在Yusufo 那裡 他修正了他的答案 那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就是他所修正的這個答案 那麼Yusufo 的修正答案他說 就是Holy is what pleases all the gods 所謂的虔誠就是對於所有的神 你都要取悅他 能夠取悅所有的神的 換句話說是所有的神意見共同之處 因為如果是他們的意見共同的地方 那就表示什麼 不是這個神私人的好惡 而是所有的神都認為這是對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他就因此把它定義為說是所有的神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如果擺在一個一神論的經文裡面 也許他所要說的就是 當所有的經文所講的的這些東西都不違背的時候 那麼你按照那個來做 你就成為一個虔誠的人 這個是Yusufo 所想到能夠調整 他免於受到蘇格拉底批評的一個方法 那麼如果蘇格拉底其實就只是要跟他鬥嘴 如果蘇格拉底的目的就只是要辯論 那我們實際上可以追問更多Yusufo 的問題 那麼我們書裡面就列出了三個可以追問的問題 第一個 What do we do with all the cases where they don't agree 那你說 虔誠就是所有的神你都能夠取悅他 那現在呢如果現在碰到一件事情 這個神意見是這樣 那個神意見不是這樣的時候 那我們該怎麼辦 因為只有在少數的事情上面 是諸神是有共同的觀點 共同的判斷 可是碰到他們不同的共同判斷的時候 你怎麼去做一個虔誠的人呢 這個是Yusufo 顯然必須要進一步去處理的問題 對不對 第二個 Why do we need many gods or a commitment from God 這裡的 commitment 各位可以看到 也是用複數 就是上帝的誡命 我們剛剛看到 上帝很多誡命 其實都是不一樣的對不對 那麼現在他說 If they are trustworthy only when they agree 他說 為什麼我們只有在 所有的神都意見一致的時候 我們才要按照這些神來做 那麼我們為什麼需要這麼多的神 或者需要這麼多的誡命 如果他們其實只是什麼 只有在意見一致的時候才是可靠的 那表示什麼 他們其實很多的神 或者是在這些誡命當中很多的誡命 其實都不怎麼可靠 那麼他的可靠不可靠 事實上還要什麼 尋求到他們的一致性才能夠去可靠 那這樣的話我們幹嘛需要這些神 或者我們幹嘛需要這些誡命 這個是第二個他所追問的問題 那第三個 How can we discover what they agree on 然後最後我們怎麼去發現到 什麼東西是他們一接一致的 因為常常就是什麼 這個神這樣跟我說 另外的神並沒有表態 那我怎麼知道其他的神 是不是在這件事情上面的意見 是跟這個神是一樣的呢 那麼這些事實上都什麼 可以針對Yucifer的這個修正 來進一步的追問 但是就像我們在前面看到莊子的 莊子跟惠子的娛樂之變 蘇格拉底並不打算這樣 為什麼 蘇格拉底不是一個sophist 對不對 蘇格拉底不是一個詭辯學派 他在問Yucifer的這個問題的時候 事實上他有他所關心的問題 蘇格拉底在某方面來講 你其實可以這樣說就是 他其實並不是心中 他心中並不是沒有底 他並不是胸無成竹 相反的 他心裡面事實上是有一些想法的 而這些想法才是他所關心的 他的目的並不在於把Yucifer 或者是其他與他對談的人 把他們給博導 這個不是他的目的 相反的他想要得到別人 在某個問題上面的意見 所以他沒有去追問這一類的問題 這個是我們從書裡面 在這個十九頁的地方 我們所可以看到的就是 蘇格拉底他並沒有進一步的追問下去 在十九頁的最下面這一段的十六 這個第六項的第五項 他說Sucradi doesn't ask this question 他說蘇格拉底沒有問這一類的問題 那麼相反的他看起來好像是 轉到另外的一個問題上面去問 而這個問題不牽涉到是 Pleases the gods 或者是 Pleases all the gods 並沒有牽涉到一個神或者是很多神 因為 這個他所在乎的事實上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在這個十九頁的第六項 十九頁最下面這段的第六項 他說蘇格拉底 Instead he stops playing around 他就沒有再繼續的玩下去了 他現在要問另外一個問題 那麼這個問題他說 I would nominate for the greatest question of all time 這個我們書的作者認為 這是一切問題當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一切問題當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那麼這個問題他說 A question around which much of Western philosophy has been organized 事實上是西方哲學裡面 經常問的問題 那麼這個問題到底是什麼呢 就是在十九頁最下面三行說的 他說 Do the gods approve of an action because it's holy or is it holy because they approve of it 這個問題看起來好像是在玩一個文字的遊戲 他說一個東西神聖 這個所有的神會同意一個行動 是因為他是神聖 所以他們才會同意這個行動 還是因為他們同意他所以他是神聖 那麼這裡事實上就顯示 這個才是蘇格拉底所關注的一個問題 那麼他在下面 因此就另開了一個小結 也就是從我們書裡面的二十頁開始 從這個星號開始 他其實就是要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蘇格拉底所關心的是這個問題 就是神聖 他在這裡問的就是神聖是什麼對不對 那麼而Yucifo 的回答是 諸神同意他 諸神支持他的 那麼你去做這些事情 那他就是神聖的 那麼現在蘇格拉底顯然在問那個價值的根源對不對 價值的根源 就是哪一個比較根本 是神聖比較根本 還是諸神的同意比較根本 這個是蘇格拉底所關心的問題 那麼在某一個方面來講 這牽涉到就是我們哲學到底 這個要去思考的 是一個怎樣的 是神聖這件事情 還是是像諸神的同意這樣的事情 哪一個是更根本的 因為如果哲學就是追根究底的話 那麼這個根這個底 究竟是 holy 這件事情 還是像是這個 the God approve of it 這樣的事情 好 我們因此呢就要進入到 這個下面的這一節來 那這一節呢 我們因此要看到的就是 你總得站在某一邊 事實上這個某一邊 並不是什麼正義與邪惡 善與惡 或者是美與醜 這樣的一個某一邊 相反的 他其實要問的就是 你是要站在諸神的同意 那一邊 還是要站在 所謂的虔誠的這一邊 那你會覺得 這有什麼差別嗎 這個yusufo 不就是用這個去定義那個嗎 所以如果定義是 等於的意思的話 那這兩個不是同一邊嗎 但是這裡面就牽涉到一個更根本的東西 而且這事實上就隱含了 蘇格拉底對yusufo 的一個批判在裡面 當然yusufo 至少我們從整個對話錄的內容來看 他沒有看得出來 蘇格拉底 在問這樣的一個問題的時候 是要批判他 他只是覺得你怎麼這麼煩 一直在問這些奇怪的問題 所以yusufo 後來就說 我有事情 我先跑了 他本來要去告他的父親 這個被蘇格拉底問到煩了 就跑掉了 那後來yusufo 到底有沒有告他的父親 我們沒有任何的 後來的文字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們並不知道 後來yusufo 到底有沒有去告他的父親 我們不知道這件事情 那如果他後來就沒告了 那至少也許應該要歸功於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用問問題把yusufo給趕跑了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回到這個問題來 Do the gods approve of an action because it's holy or is it holy because they approve of it 我們來問的這個問題 那他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 他先討論了一個課題 我把這個課題稱之為叫神的無常 我不知道在前面 當我們強談到希臘的這個諸神 大家意見都不一樣 或者是提到在聖經在可蘭經 在一神論的這個經典裡面 你可以看到神有時候說這樣 有時候說那樣 獨立的看都沒有問題 但是當你要把他整個融會貫通 當你要去從那邊找到一個你行事的準則的時候 你常常覺得是無所侍從的 那麼他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談到這個神的無常的一個情況 然後他開始談到兩個陣營 那麼我們書裡面把這兩個陣營 稱之為叫power camp 跟goodness camp 一個權力陣營跟善的陣營 然後他要去區別這兩個陣營 並且在這個兩個陣營的區分裡面 要談的就是哲學其實很重要的 正是這個陣營的選擇 那麼這個選擇其實就是 你總得站在某一邊的某一邊 那麼這個我們要到第二節才會看到 第二部分 OK 那第三個部分呢 他就開始討論為什麼權力的陣營 那一邊是有問題的 那麼他就拿聖經裡面的 亞伯拉罕的故事來做一個例子 然後第四個部分 他談到了現代人所面臨的這兩個陣營 就是我們在現代的世界當中 我們事實上看到的 常常也有這樣的一個兩個陣營的情況 然後最後呢 他回到了伊什佛的這個對話錄 談到這個對話錄的結局 我剛剛其實已經這個劇透了 已經把這個結局告訴你 就是伊什佛受不了了 然後就跑掉 他說我有事情不跟你抬槓 他就跑掉了 那我們書裡面說不知道他後來 有沒有等蘇格拉底走了之後 他就來控告他自己的父親 那麼所以我把它分成這五個部分 那第一個部分就是有關於神的無常的部分 大概就是二十頁這全部 二十頁這全部 那麼他就是要談到神的無常的一個小的典故 從這個典故裡面你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即使是神 他其實常常也顯示了一個沒有固定的方式 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麼如果你要解這一點 你就可以理解到 康德要律者對不對 道德律者 他要的就是什麼 要有一個固定的恆常不變的東西 但是我們在希臘的諸神的世界裡面 我們看到的沒有這樣的東西在 沒有這樣的東西在 這是第一點 那麼第二個是談兩個陣營 那麼這個主要是在二十一頁的上面的兩段 這個部分 他談到這兩個陣營 然後接著他就把重點擺在權力的陣營 指出權力的陣營究竟有怎樣的問題 那麼這個就是從二十一頁的第三段這裡開始 一直到這個部分大概是最長的 一直到二十二頁的倒數第二段 到二十二頁的倒數第二段 然後呢 談到現代人面臨的兩個陣營 就是二十二頁的最後一段開始 就是in our age 在我們的時代 從這裡開始 那麼只有一段的篇幅 那個很短 然後第五部分就是一樣的 這個只有一段就是二十三頁的 這個第二段的部分 大致上這個是我們在這一節裡 這個這一節的下半節 我們要討論到的內容 那麼這個內容整個都跟蘇格拉底 所要問Yusuford 是有關的 那我們就來看看 這個我們這本書 他的一個論述的方式 那麼他首先談到 他說現在我們要來討論這個問題 他說是this majestic riddle 這個謎 他說我們要來接近這樣的一個謎 by asking a slightly simpler question 從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出發 what's the most sensible religion 什麼是最合理的宗教 什麼是最合理的宗教 他要問的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顯然跟前面的那個問題 暫時是分開的 暫時是分開的 那麼等一下我們才會把這個問題 跟上面的那個問題給結合起來 那麼他因此呢 就回到了這個 Kepathy 各位如果還記得的話 我們在前面看到Kepathy 的詩 他寫的一首詩叫 Ithaka 對不對 那麼在Ithaka 那首詩裡面 這個 他講到這個奧德修斯 他怎麼樣的回到了他的家鄉 Ithaka 我們書裡面用這個這首詩來談這個哲學 這個追求哲學者的一個樣貌 這個是前面就已經提到過的 那麼在這裡呢 他談到這個Kepathy 的另外一首詩 這首詩叫Infidelity infidelity 那麼我把這個infidelity 就翻譯成叫無性 這個無性就是 論語為政篇裡面說的 人而無性不知其可也 這句話 大車無膩小車無躍其何以行之哉 所以 論語裡面就是講說人要有性用 但是Kepathy 的這首詩正在講 沒性用對不對 正在講沒性用的這首詩 而這首詩呢所描述的事實上 是希臘的神話 就像Ithaka 事實上也是 他是 Ithaka 是出自於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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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德賽的這個故事 那麼 infidelity 則是 這個描述 Apollo 的一個故事 Apollo 的一個故事 那麼這個故事呢很簡單 我們書裡面用很短的篇幅 就已經把它給描述進去了 那麼各位可以看到在二十頁的第二段 他說 In another poem by Kepathy called infidelity The poem tells of the wedding banquet of Tethys and Peleus 那麼他在那裡面就講到這個 Tethys 跟 Peleus 這兩個人的婚禮 那麼這個婚禮呢 是在希臘的神話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婚禮 那麼他們都是希臘的這個貴族 然後這個婚禮呢 幾乎所有的神明都來參加 所以呢 他因此呢 就在後面後來也引起的 就是很多的繪畫 其實都跟這個婚禮有關 就是這兩個 這兩個人的這個婚姻 那麼然後諸神 比如說在這裡你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女神 對不對 那麼諸神都給予他們祝福 他們送她的禮物就是說 我送你們這個幸福啦 美滿啦 什麼好運啦 或者是對於他們的兒子的祝福等等 那麼在其中呢 最重要的就是阿波羅 阿波羅是太陽神對不對 他是宙師的長子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個神明 這個婚禮的婚宴的部分 這個是在古代的希臘的 留下來的那個段片裡面 我們所可以看到的 希臘人所畫的 Tetis跟Pereus 那麼這個看起來好像是他 Tetis 這個浮在那個Pereus的肚子上面 看看好像在聽Pereus 是不是有的小孩 那個小孩是不是在踢他的肚子 還是怎麼樣 整個畫面看起來有點像是這樣 不知道是不是如此 但總之他所畫的就是Tetis跟Pereus 這個一個幸福的家偶 那他們呢 這個 在那個婚宴的這個場合 阿波羅出現了 那麼阿波羅呢 他一方面是太陽神 另外他也是文藝之神 文藝 就是包含了這個 這個 音樂啦 戲劇啦 悲劇 喜劇 等等 各式各樣的藝文 都歸阿波羅掌管 所以你知道阿波羅其實管很多 對不對 除了他是太陽神 他也是文藝之神 那麼我們的書裡面 接著談到的就是 The God of Prophecy 他也是一個預言之神 就是西大人他們每次要去問神譽 基本上都是到阿波羅的神殿去問神譽的 所以他也掌管這個Prophecy 那麼所以阿波羅的祝福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他說在那個 Wedding Banquet 在那個婚宴的這個場合 阿波羅這個預言之神 arises 站起來 and blesses the newlyweds 然後祝福這個剛結婚的這一對新人 by promising 然後給他們允諾 什麼允諾呢 by promising their offspring a long life and touch by calamity 說你們所生的後代 offspring 會活得非常的久 而且不會受到任何的災禍的接觸 災禍碰不到他 這個阿波羅所給的允諾是這樣 所給的允諾是這樣 然後他下面馬上說 The child turns out to be Achilles 那麼這個他們所生下來的小孩就是 Achilles 那麼各位知道 Achilles 可是呢 尤其是在河馬的史詩伊利亞德裡面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性的人物 對不對 他是一個將軍 那麼刀槍不入 因為他在這個小的時候 這個就把他整個人 進到了那個明河的水裡面去 所以他進到水的地方呢 刀槍不入 但是呢 你要把一個嬰兒給進到那個水裡面 你要抓著那個嬰兒 對不對 那你抓著那個嬰兒 他抓在哪裡 腳踝 抓著腳踝 然後把他進擊下去 所以這個小孩以後就刀槍不入 如果刀槍不入的話 我也可以變成最英勇的大將軍 對不對 什麼東西都射不進來 那你要有什麼好怕 這個是 Achilles 但是呢 但是呢 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這個 Achilles 就是阿其里斯劍 對不對 就是他的弱點 就是一個人的造門 弱點 這個 唯一刀槍可入之處 就是那個沒有進到水的地方 這個就是 Achilles 那麼這個是他沒進到的地方 那麼所以 Achilles 後來其實他怎麼死的 他就是 阿其里斯劍被射了一劍 通常你腳被射到應該不會死 但是那是造門 所以他一射 結果他就死掉了 就死掉了 這個是關於 Achilles 的這個故事 那麼 那在這個 伊利亞的序記載裡面 在特洛伊戰爭當中 Achilles 那個戰功標柄 他把這個 特洛伊城的這個大將 這個給殺了 就很厲害 很厲害 那麼他最後就是死在 阿其里斯劍被射了一劍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我們的書裡面 就提到說這個小孩就是 Achilles 然後他說 And he grows up 然後他長大了 His mother 愛 這裡愛當然是動詞 對不對 Eyes him with great tenderness 媽媽非常的愛他 Remembering the God's promise 那他媽媽隨時記得 我這個小孩呢 有阿波羅這個神 這個穩 對不對 很穩 這個 有阿波羅神的這個 這個允諾 就是他呢 不會受到任何的災禍 所以這個媽媽很高興 看著這個小孩 心裡面 充滿了這個安慰 歡心 這樣的一個情況 Of course 那我們知道這個故事 就是 Of course he eventually goes off to the Trojan War 那他就去參加 特洛伊戰爭 對不對 One day some old man arrived at his mother's door 那直到有一天 他去參加戰爭 媽媽也很放心 我這個孩子刀槍不入 然後阿波羅說要去保護他 所以我根本就一點都不操心 但是呢有一天一個老人呢 來敲他的門 With the horrible news that Archidus has been slammed in battle Archidus 在戰爭當中被殺掉 被殺掉 Be raved Tatis tears at her robes and throw her jewelry on the ground 那麼這個媽媽聽到這個消息 她撕破了她自己的衣服 把她全身的這個珠寶丟在地上 變成了一個瘋婆子 她唯一的孩子 她最愛的孩子 相信絕對不會出事的孩子 現在死掉了 現在死掉了 Suddenly he recalls Apollo's promise 然後他 就在他處於一個茫然的情況下 他突然想起來 Apollo不是說 他讓我這個孩子不會受到任何的災禍嗎 他突然想起這件事情來 然後他因此就要去追問 and ask what the God was doing 他追問這個老人 說 Apollo當時不在那裡嗎 那Apollo當時在幹嘛呢 What the God was doing when they were slaying her son 當敵方的軍隊 這個托洛伊的軍隊 這個在殺他的兒子的時候 Apollo沒有去保護他嗎 結果這個老人這樣子回答 這個就是從 伊利亞的裡面引出來的這個文字 他說 and the old man answered her that Apollo himself have gone down to Teroi 他說 Apollo自己本身呢 事實上也降落到 特洛伊城來 and with the tall youngs he has slain Achilles 並且呢 他跟著特洛伊人一起殺了 Achilles 這個是 Apollo做的事情 那麼 這樣子 我想各位 也許就可以理解到 Kathy 的這首詩 為什麼叫 Infidelity 為什麼是叫無性 他講的就是什麼 希臘的神 不講信用 對不對 當初給的允諾 但是結果呢 他不但沒有去保護他 而且呢 他還幫助特洛伊的那些官兵 這個一起殺了這個Achilles 這件事情 那麼 在這句話的後面 那麼他就問 他說 in other words isn't the most sensible religion Polysaida 他說 多神論不是最合理的宗教嗎 他說其實神就是這樣 神其實是無常的 對不對 上帝有時候說他愛你 可是上帝有時候什麼 毀滅一座城 就像毀滅什麼一樣 完全不當一回事 這個就是神之為神 他說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個希臘的這些故事 其實不正是活生生的 顯示了這個 宗教的本質嗎 諸神不就是這個樣子嗎 然後他下面馬上說 Put your prejudice on a hole for a minute 他說你不要馬上就下評論說 哪是這樣 然後 說我就是信什麼教的 說我不能夠接受這種情況 他說先把你的成見 先暫時按捺著 And look at the wall in all its wideness and wearness 然後他說你來看看這個世界 看看這個世界的廣闊 看看這個世界的怪異 他下面因此就要來談談 事實上 諸神的世界反映的就是我們現實的世界 這個現實的世界非常的廣闊 什麼事情都發生 各種矛盾的衝突的事情 都在進展著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能夠看得到的 那麼如果是這樣的話 宗教其實也要顯示這一點 宗教顯示的事實上 包含了這樣的一個兩個面向 那麼他在下面他舉了很多很多的例子 他說在二十頁的最下面這一段 很長的這一段的第三行 他說 You see a place of astonishing beauty and unthinkable horror 他說你會看到一個地方那麼的美 很美對不對 可是你也會看到什麼 同樣的一個地方 卻出現了無法想像的一種恐怖 這樣的一個情況 然後 a wall where geese are gently reflected in a shimmering lake 對不對 這個讓人想到墜月湖對不對 那個 鵝 他閃耀這個什麼 這個 反射著那個 浮光對不對 結果那隻鵝就被抓走了對不對 那麼 and also a wall where children curl up next to their dead parents after a devastating earthquake 他說可是在這個世界也有什麼 發生地震然後 父母死了 那小孩呢 這個捲曲著 在他的父母的旁邊 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個世界有很多很多的殘忍的事情 這個世界也有很多美麗的事情 但是他們其實是一起的 當你在看著新聞的播報 然後把這些完全不搭嘎 或者是不和諧的場面放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真實的世界的樣貌 我們看到的世界其實就是這樣 那麼第三個例子 他說 you see a world of orderly season 你看到的是什麼 一個很規則的四季的變化 春夏秋冬 然後春天又到了對不對 可是呢 你也看到什麼 and this orderly weather 完全不規則的天氣 這個久旱 然後一直不下雨 今天早上都是下雨對不對 但是完全不是你所能夠預料的 所以這個世界所呈現的是什麼 有時候像是有規則 有時候像是沒規則 這個真是世界的一個真實的情形 a world that nourish the crops with plain 讓我們能夠種農作物 then turn around and destroy them as if in a fit of childish rage 可是種了這些農作物 所以他很可能用很奇怪的天氣 又把這些農作物給毀壞掉 彷彿像是那個小孩子在發脾氣一樣 他說這個世界所顯露的 我們可看到的 正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最後一個例子 不止最後 他其實舉了大概有八個例子 you see a world where we all feel the promise and the self of being alive almost as if a god of prophecy have promised us a long healthy life 他說 感覺像是有個神 允諾我們能夠過一個很長的 很健康的生活 and then you will see call these perfectly lovable people cut down in their prime 但是你也看到有些人在他還聖年的時候 他就被殺掉了 沒有辦法活到他老的時候 然後下面 a world of grapes accumulating into wine 這個是說 這個什麼 葡萄變成了酒 對不對 love leading to war 愛 這個導致的是戰爭 這個希臘的特洛伊戰爭 其實就是這樣來的 它其實就是一個愛情的故事 那麼這個愛情的故事導致的就是 發動戰爭 所以love leading to war 愛跟戰爭 看起來似乎勢不兩立 但是正是愛產生了戰爭 and the victory of battle inspiring our most breathtaking art 而戰爭的殘酷 戰爭的發生的那些事情 卻導致了什麼 導致了像河馬的伊利亞德 這樣的詩的作品 這個詩的作品就是 Our most breathtaking art 那個令人秉襲的藝術 所以 到底什麼是好 什麼是壞 你看到的就是 福兮禍之所以 禍兮福之所福 這樣的一種情況 就是福禍參半 對不對 賽翁失馬 焉之非福 這個真是世界的 我們所看到世界的一個情況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如果世界正是顯得這樣的一種情況底下 那麼他要問的就是 Wouldn't it be logical to conclude there is no unified mind behind this blessed blooming blooded universe 他說 如果你看到世界這麼的怪 這麼多 這麼的矛盾 這麼多的相反的東西 都在出現 你會認為這裡面真的有一個統一的心靈 而這個不就是 這個 unified mind 不就是 我們在前面看到 Yusufo 說的 說前程是什麼 前程就是 所有的諸神共同的意見 那麼或者更好說是整合成一個一神 而這個一神呢 他好像只有 對於這個世界的一個單一的看法 單一的心靈 他說 如果我們看到世界是這樣 你不會覺得 這個世界根本沒有一個 unified mind 這樣的一種情況 因為我們常常看到的 在譬如說 托爾斯泰的小說或者什麼 這個 常常看到的就是 如果上帝你真的是慈悲的 你怎麼允許這樣殘忍的事情 發生在這個世界上 如果上帝你真的是公義的 你怎麼允許這樣不公不義的事情 發生在這個世界上等等 那麼所以上帝顯然是什麼 既公義又不公義對不對 既慈悲又殘酷 而這個真是什麼 因為他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世界所稱顯的就是這樣的情況 這個世界的一個無常 就顯露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所以Yusufo如果按照他的那個修正的說法 他進一步要去追究的大概就是 他要去找到那個 unity 那個整體性就是到底有什麼東西 是一切的神都會支持的 但是如果我們從這方面來看 也許根本沒有這樣的東西對不對 那麼這裡他講到這個諸神的這種 講到阿波羅的這個無性 其實顯露的就是什麼 一個無常的世界 無常的世界的基礎 在這樣的一種情況 所以他說 No unified mind behind this blessed blooming blooded universe 那麼這些字眼其實我覺得都很矛盾對不對 blooded是什麼 流血的 blooming是開花的 到底這個世界到底是美好的 還是醜陋的 是殘酷的 還是慈善的 這個世界好像都有對不對 and that the forces of the world the gods are a misbeak 他說這個世界的力量 也就是如果擺在希臘人的觀點 就是諸神的力量 那麼這些力量其實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混合的帶子 那麼他在這裡面第一次的使用到的 這個力量這個字眼 因為他在後面他事實上 就用這個力量 來說明另外的那個陣營 那麼他說這個世界諸神 他們其實是一個混合的東西 這個這樣的一種 這樣的一種混合 他說是 generous, beautiful, cruel, angry, calm, treacherous, sweet, opposed, but most of all volatile and mighty 這個是他在描述這整個的這個世界 他的一個混雜的各種好的壞的東西都在那裡面 那麼所以這個世界顯示的就是一個 volatile volatile就是不穩固的無常的 and mighty 可是又是非常有利的 那個他這個世界的美好的感動可以讓你流淚對不對 這個世界的殘酷可以讓你這個 憤怒的活不下去 但是現實的世界就是這樣的一個世界 那麼如果現實的世界就是這樣的一個世界 那麼如果現實的世界就是這樣的一個世界 宗教顯露的事實上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對不對 這個宗教總不會是 就只有顯示美好的的一面 不 讓我們看到的就是這樣的一種情況 所以他說如果這樣來說的話 希臘的那種多神論的宗教 不是非常合理嗎 他完全就是在告訴我們 我們活在怎樣的一個世界當中 OK 這個是我們在這裡所看到的 這是他在這個部分 他第一先鋪陳出這樣的一種情況來 然後接著我們要回到 Yusufo 的那個第二個回答來說 那麼這個Yusufo 的那個回答 他在那裡面他說 這不是Yusufo 的回答 是蘇格拉底他所在關心的一個問題 他說essentially 他說蘇格拉底他在本質上 He is asking 他其實是在問 We would worship goodness or power 他說問的是我們究竟要崇拜的是 如果虔誠意味著是一種崇拜 我們要崇拜的究竟是善本身還是權力 這個power 就是前面你所看到那個force 那麼神代表的像阿波羅 他代表的就是什麼 某種power 對不對 他有力量 所以當我把什麼東西託付給阿波羅 我覺得我可以信賴他 對不對 但是我沒有想到阿波羅其實是一個 言而無信的人 對不對 所以把東西交給某種power 他其實是不穩固的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麼現在我們要問虔誠這件事情 蘇格拉底再呼的就是 我們的虔誠究竟是要對於某種善的虔誠 是去崇拜這種善 還是對於一種力量的虔誠 那麼他在下面接著問到 Is it the power or the righteousness of command that is truly commanded 他說究竟能夠命令我們的支配我們的 究竟是力量還是那個正確性 那麼這裡他把這個power的位置顛倒了對不對 對 剛剛是goodness power 現在是the power the rightness 但是你可以理解到 他的這個rightness 跟前面的那個goodness 是同樣的東西 我們究竟是要去做我們認為對的事 還是我們究竟是要去做 力量所要求我們做的事 因為Yusufo正是抱持這樣的一個觀點 當他在理解虔誠的時候 他所理解到的虔誠就是什麼 聽神的話就對了 所以蘇格拉底不就質疑他嗎 他說那神的意見不一樣 你要聽誰的 這個真是蘇格拉底的質疑 那他最重要問的就是 哪一個比較根本 究竟是這個虔誠這件事情比較根本 還是神的話比較根本 神的話代表的就是某種power 對不對 這是第二個 那第三個他說 In this case it is the fact the gods command us or is it the goodness of their command that we should find persuasive 他說讓你覺得有說服力的 究竟是神命令我們 只要神命令我們 他就有說服力 還是是因為在那個命令當中的善 讓我們覺得他是有說服力的 他說這個是從另外後面來看就是這樣 那麼最後一個問題 Should we be obedient to power or obedient to goodness 我們究竟要服從力量 還是我們要去服從善 因為這個才是蘇格拉底真正所關心的問題 一個哲學家最終回到他自己 對於一個東西的判斷 這個判斷就是什麼才是好的 什麼是goodness 什麼才是對的 什麼是rightness 什麼才是真正的這個德性 而不是因為誰命令我 誰叫我這樣對不對 台大要培養的是什麼 是獨立思考的學生對不對 這個獨立思考的學生意思就是 他通過他自己的思考來判斷 這是對或者是不對 而不是他去聽誰的 因為任何聽誰的 其實都不是獨立思考 那蘇格拉底正是要去問這一點 因為當Yusifel 把前程 理解為就是聽神的話的時候 蘇格拉底覺得這個問題完全走偏了 所以他不想再追問下去 他要問的是究竟是那個 那個德性裡面所含有的善 讓你去做這樣的事情 還是只因為神叫你做 你去做那樣的事情 而這個就牽涉到 你是不是一個哲學家對不對 一個哲學家之所以為一個哲學家 就是他不再與人家叫他這樣做 而是在他那個判斷裡面 這個東西具有那樣的一個善 所以他在這裡因此就把它區分成 兩個不同的這個陣營 就是蘇格拉底是一個陣營 而Yusifel 他是另外的一個陣營 那麼他在這裡要指出的是 什麼才是一個真正的哲學家 那個差別就在這個地方 透過這個區別 我們再回到Yusifel 的對話錄來 在二十一頁的第二段他說 Yusifel's attempts at the definition of holiness put him squarely in the power camp 他說Yusifel 這樣子去理解 holiness 是什麼 去理解所謂的前程是什麼 事實上顯示的就是他就是在這個 power 權力的陣營 對他來講就是只要聽神的就對了 對他來講就是這樣 那蘇格拉底他沒有明確的擺在說他是哪一個陣營 他說 所以他認為蘇格拉底其實是擺在另外的一個陣營 然後呢他接著就談到了這個 你總得站在某一邊 的這個歌詞 那麼這個就是在二十一頁的第二段的第三行 他說 There's a song of Bob Dylan that goes 那麼這個 這個就是 Bob Dylan 他在這個美國應該算是這個家喻戶曉 家喻戶曉的一個人物 他是一個有名的一個創作型的歌手 並且是以這樣的一個創作型的歌手 而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 201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對不對 過去諾貝爾文學獎 大部分當然都是頒給這個創作散文詩小說 這樣的人物 偶爾頒給哲學家 比如說羅素等等 這個少數的幾位哲學家 那麼可是呢在2016年這個 這個諾貝爾文學獎卻頒給了一個 自己寫做歌詞做歌曲 然後自己唱的這樣的一個歌手 就是這個 Bob Dylan 那麼在這個 Bob Dylan 的這首歌裡面 他就一開始就是 You gotta serve somebody 他說你總要站在某一邊 你總要為某一個人服事 這樣的一種情況 他說 it might be the devil or it might be the law but you're gonna have to serve somebody 他說可能是神 也可能是魔鬼 但是你總是要站到某一邊去 這個是 Bob Dylan 他的那個歌詞 所要所唱著的這個內容 那麼他在這裡面他說 如果我們現在把 Bob Dylan 的這個歌詞改一下 那事實上就是這兩個陣容 就是你要做的究竟是 聽某一種有權力的人的要求 還是你要去聽你心裡面自己的這個想法 去做那個屬於某種你認為善的的事情 這個真是差別之所在 那在這個投影片裡面 我就是弄了這個 Dylan 的這首歌 那他的歌我覺得那裡面就是他的歌詞裡面 有很多的這個哲學思考的東西在 這個我覺得是因為他自己作詞 這個是他得這個 這個 Nobel 文學獎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但是比起這個 Bob Dylan 我其實更愛他的女朋友 這個 John Bass 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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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 John Bass 的歌非常的浪漫 這個我覺得 Bob Dylan 就是有一些哲學性 可是他很難像他的女朋友那樣子讓人單溺在他的那個歌聲中 那所以各位就這個重容我一下 就是讓我這個教美學的老師 這個聽聽這個我這個年輕的時候的那個喜歡的一首歌 那但是我剛剛故意選這個就是在那裡面他提到 John Bass 對於這個六四天安門事件的一個譴責 不管是 Bob Dylan 他的反戰 或者是 John Bass 的對於天安門的譴責 其實你們應該都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都是做獨立思考的人對不對 他們都不是徒因於某種權力的陣營聽誰的 相反的他們都是聽自己的 並且當他覺得這樣子做是對的的時候 他們就這個去做了 不管這樣做的結果 是不是對他自己的個人是有利益或者是有害或者等等 我覺得這個正是在他們那個美國的這個六零七零年代 這個二十世紀的那個年代 我覺得他們所顯露出來的一個特點 不管你贊成他們或者不贊成他們 他們聽的是他們自己的聲音 而這個真是蘇格拉底在跟 Yusufo 的這個對話的時候 他所要說的 那麼以後的你們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也在這個地方 就是你們必須要按照你自己的心裡的聲音去做 你們這個覺得對的好的的事情 就是那個goodness 那個rightness是什麼 你們要照著那個去做 而不是因為誰叫你們這樣做 或者因為過去上哲學概論的時候 楊直勝叫你要這樣做 不是這樣的 相反的 其實他要的就是你自己去這樣的一個思考 這事實上是蘇格拉底在跟 Yusufo 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所要表達的一點 這個是這一節的這個第二部分 那他在下面他就是要舉這個亞伯拉罕的例子 那麼他在這裡他就談到了三種亞伯拉罕的信仰 就是在所有的宗教當中 寫到亞伯拉罕的這個故事的一共有三種宗教 就是伊斯蘭教也是回教 猶太教以及基督教 在他們的經典裡面都有亞伯拉罕這個故事 為什麼 因為這個故事裡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麼 你要相信上帝 相信到什麼程度呢 相信到願意把你自己的孩子都殺了 這樣一個程度 那這對每一個宗教來講這都很重要對不對 就是相信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把在你生命當中最重要的東西 你都可以這個犧牲掉 那麼在我們的書裡面 二十一頁的第三段這個地方 他說 I am perennially shocked at how few students of mine know the story of Abraham and Isaac a story coming to all three Abrahamic faiths 那麼這個 Abrahamic faiths 就是指的就是這三種裡面都有亞伯拉罕故事的這個宗教 他說沒想到現在已經這麼少人知道這個亞伯拉罕跟他的孩子 就是Isa 兩者 兩個人之間的這個故事 他說他很驚訝 那如果在美國 這個一般人都甚至都不知道這些故事 那我想 那我想 在台灣大概也不見得所有的同學都知道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 那麼他為了讓一般人知道有這個故事 他還提到這個Bar Dylan 的另外一首歌對不對 在那首歌裡面他就 God say to Abraham Kill me a son Aab say man you must be putting me on 他說 上帝對亞伯拉罕說 為我殺了你的兒子 那亞伯拉罕到非常老的時候才生這個獨子 所以亞伯拉罕說 你怎麼可能叫我殺了我自己的孩子 因此那個 Bob Dylan 這個歌詞裡面他就說 你一定是在開我的玩笑 You must be putting me on 你一定是在開我的玩笑 這樣的一個情況 他說 這個 他現在正式要去講這樣的一個故事 那在講這個故事之前 他其實想要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就是當你不知道亞伯拉罕的故事的時候 他覺得他更加的可以去問學生 這樣的一個類似的問題 就是如果有一天出現了一個上帝 而且這個上帝告訴你他是上帝 然後他叫你 這個要去傷害你最愛的人 你活在這個世界上 你跟你最親近的 對於你而言最重要的一個人 他說你會怎麼做 那麼他甚至呢 這個把發紙條給所有的同學 每個人寫 如果上帝要你這樣做 你會怎麼做 因為這個就像是這個聖經裡面 那個亞伯拉罕 那個亞伯拉罕 上帝對亞伯拉罕的一個試煉 那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各位在這個投影片上面看到的 這個是電影 在講這個 阿伯拉罕的這個劇照 那亞伯拉罕就是什麼 就是上帝叫他這樣做 所以他就非常痛苦的 要去殺掉他自己的孩子 然後這個是 這個出現在一個 這是一個版話 那麼亞伯拉罕要殺掉他自己的孩子 在他要殺他的那一剎那的時候 天使出現了 然後天使阻止了他殺自己的孩子 告訴他說 上帝只是要試煉你 只是要測試你 所以你並不需要殺掉你自己的孩子 然後呢 這個天使就給了他另外一隻羊 各位應該可以在投影片上面看到 所以你就用這隻羊來取代一桑吧 取代他的孩子 ok 那他說既然 那麼少的學生知道這個故事 所以他就 他就 他就這樣子的問 這個學生 就是說如果上帝要你這樣做 你會不會做 那在二十一頁的最下面這一段 他談到他的一個學生叫Sheria 那麼Sheria 他所寫 他說Sheria 因為他所教的是社區大學 所以有很多年紀比較大的人 那麼Sheria 他有一個 這個小孩 Sheria 來上這個課 他沒辦法自己照顧 所以呢他每次都把他的那個兒子 這個小孩 這個帶來跟他一起上課 帶來一起上課 然後呢 Sheria 在上課的時候 那個小孩子他就給他一支 就給他一盒蠟筆 然後給他 一張紙 然後讓這個小男孩就 上課的時間就在那邊畫畫 做這件事情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看到 Sheria 他就上課 那上課他就發給 這個大家紙條 然後看看大家對這個怎麼回答 那我寫在投影片上面的那個呢 就是Sheria 有的回答 這個回答在二十一頁的倒數第四行 他說 If God asks me to kill my son 他說如果上帝叫我要殺掉我自己的兒子的話 他說 first 第一個 I'll question if the voice was God 他說我首先要質疑的就是 這個叫我殺掉孩子的這個聲音真的是上帝嗎 各位應該知道對不對 就是在聖經裡面 上帝呢 是不以形態出現的 他有時候可能是以火光 他從來沒有以真正的人的姿態出現 我們現在在西方的藝術裡面看到他常常把這個神上帝畫出來 但是事實上在聖經裡面 上帝不曾以這個固定的一個人的形象出現的 那麼尤其是在舊約的聖經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先知跟神的溝通都是靠著聲音 都是靠著聲音 他們會聽到神對他說話 然後他們就知道神的旨意 然後這些先知在告訴其他的人 都是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麼這種方式事實上是 這個西方的就是白人裡面這個散族的一個特色 他們跟英歐民族不一樣 英歐民族是一個視覺性的民族 可是散族呢是一個聽覺性的民族 他們基本上是不喜歡視覺化的 是不喜歡視覺化的 所以神跟他們的溝通事實上都是透過聲音 你如果看猶太教的聖典 一開始叫什麼 聽啊 叫你聽 不是叫你看 不是叫你看 但是基督教比較特別 就是基督教從一個散族 就是世界三大宗教 鬼教 猶太教 基督教 都是散族的宗教 這些一神教其實都是散族的宗教 那麼我們現在所理解的歐洲人 也就是印歐民族 事實上他們是多神論 他們從來不是一神論 一神論都是屬於散族的 但是基督教比較特別的就是 他從一個這個散族那邊 傳播到了一個印歐民族的世界去了 傳播到一個印歐民族的世界去了 所以在印歐民族那邊 基督教就產生了一些變化 這個變化有一方面就是 比如說印歐民族很喜歡視覺化 他們本來就 古希臘都是什麼雕刻對不對 然後你看到中世紀的特點是什麼 那個如果你看過中世紀的雕刻 人是露出他的身體不露出臉的 這個完全跟希臘時代是 希臘羅馬時代是天差地別對不對 希臘羅馬時代是 那個男性幾乎都是脫光光的對不對 你看那個大衛像 這個全身都是裸露的 那麼到了中世紀呢 那個只看到了人在斗篷裡面 只有露出大概兩隻眼睛來 那麼這種情況在回教的世界 其實我們看到還是很明顯的這樣 所以他是一個不喜歡視覺化的 在這個散族的世界 可是印歐民族 卻是一個喜歡視覺化的情況 然後經過了整個中世紀 將近一千年的時間 那裡面開始產生了一些質變 這個質變就是 不能夠視覺化對不對 不能崇拜偶像 因為不能崇拜偶像 其實就是視覺化 那就開始什麼 比如說我弄個十字架 教皇不反對 那弄個十字架 耶穌釘在十字架上 教皇也不反對對不對 然後我把這個十字架做成項鍊 這個掛在牆壁上面 這個教皇不反對 所以當我祈禱的時候 我就什麼 對著這個十字架 這個有耶穌的十字架 來祈禱 這個也不反對對不對 他其實就開始視覺化了 你說一個十字架上面 有個耶穌釘在那邊 那不是偶像是什麼對不對 但是他們就是 漸漸的在改變這件事情 那麼這個情況 尤其是到了文藝復興 很明顯的畫家們就開始什麼 畫上帝啦 畫聖母啦 對不對 畫耶穌啦 不斷的這個做畫 所以你現在已經看到什麼 這個各式各樣的偶像 以藝術的方式 這個出現在 這個印歐民族當中 但是如果我們回到聖經裡面去 你就可以看到他就是 用聽的方式 用聲音的方式 你知道聽這個感官 因為我是做美學的 所以會討論到這個 感官聽這個感官會是一神論 為什麼 我們只能聽一個人講話 對不對 如果我現在在這邊講話 然後旁邊有同學在講話 你就聽不清楚 所以聽只能一個 先這個說 說完了才能換那個說 你不可能怎麼大家一起說 那沒辦法 可是看不一樣 看這個視覺可以什麼 一目了然的看所有的人 對不對 我並不說一次只能看一個人 或者再一次看另外一個人 所以在一個 重視視覺的民族 他常常都是多神論 他可以什麼 這個神很多一起出現 你知道羅馬的萬神殿 在萬神殿裡面 他供奉這個諸神 除了Olympus 身上諸神 還有各式各樣的神 甚至還留了一些空位 一些空位 幹嘛呢 他說 我們怕還有一些神沒有敗到 這個老高去 所以留一些空位 這個誰知道有什麼神 趕快就再加上去 這個全部最好通通都 所有只要是神的我都能夠這個敗到 這個是多神論的想法 所以在某個方面多神論 會有更大的包容 我們接受各式各樣不同的宗教 就是只要那個宗教能夠被他納進來 一神論不行對不對 只有唯一的真神 我們的聽覺一次只能一個人講話 對不對 那麼所以其他的神音詞就會什麼 被貶為異教 邪神 沒有辦法被接受 這樣的一種情況 這個事實上有一個文化的背景 有一個跟人 關聯在一起的一個差異 不過我們現在不是要談這個 那麼在薛瑞爾那邊他談到 他說現在如果我聽到那個上帝的聲音 對不對 然後他叫我說要殺掉我的孩子 那麼他說他首先要問的就是 那個聲音是上帝的聲音嗎 你怎麼知道在你耳朵裡面 講話的那個聲音 你確定那是上帝的聲音 所以他說我首先要問這件事 這個是第一個對不對 我用紅色的一寫在那裡 然後第二件事 Then I'll tell the boy to go fuck himself 就講髒話了對不對 他說去死吧 叫我殺掉我自己的孩子 這樣的一個情況 然後在二十一頁的最後三行 他說薛瑞爾 這只是一個學生對不對 一個社區大學的學生 他就直接講 就是他很很很造實的 他內心裡面的想法 但是他說他講的 幾乎就是康德所講的 在二十一頁的最後三行 So she was saying with greater simplicity and warmth 他會用 warmth 就是因為他甚至講髒話對不對 Go fuck yourself 他說 Simplicity and warmth the very thing that Immanuel Kant say two hundred years earlier in the context of the faculty 他說他講的幾乎就是康德 在那個書裡面所說的話 那麼康德他有兩部的 這個宗教哲學的作品 那麼一部可能大家都聽過的 就是這個 就是除了三大批判之外 那三大批判是知識 然後道德跟美學對不對 現在呢我們談的是宗教哲學 康德有兩部宗教哲學的著作 一部呢就是這個 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s of reason alone 就是指在 指在理性的範圍裡面的宗教 康德的意思是說我不是要談信仰 我要談的就是 在宗教當中的理性的東西 那麼康德寫了這本書之後 他就被普魯士的國王給關切了 普魯士國王說 你不能這樣寫 你這樣寫根本就是 違反了這個基督教的教義 叫康德把書給收回去 那康德拒絕了 但是康德做了一個讓步 他說我這輩子 我不會再寫宗教的作品了 我不會再寫宗教的作品了 他給了這個國王一個promise 給了他一個隱諾 那你知道對康德來講 他的道德哲學就是說 人如果做了一個promise 他就必須要做到 可是我們看到他後來又寫了一部對不對 因為那個國王死了 國王死了 我的隱諾是對他做的嘛 我又不是對世人對不對 所以他就很高興的寫了第二部 但是他的這個第二部著作呢 就變得很隱諱 看不出來是哲學的著作 宗教哲學的著作 他的書名叫做 就是 二十一頁最下面這個 the context of the faculties faculty 本來指的是什麼 官能對不對 那麼甚至呢也指的像是科系 也是對不對 那麼在這裡康德所指的其實是學科 學科與學科之間的衝突 或者學科與學科之間的競爭 那麼康德在那裡面其實講的是什麼 哲學與神學 這兩個學科 他不是談別的任何的學科 他講的是哲學與神學 而哲學與神學 實際上牽涉到的就是什麼 信仰與理性 所以他在某個方面 他根本就在根據著他第一個 第一本書的那個課題 因為他在那個課題裡面 他就講到 他要在理性的範圍裡面來談宗教 而不是是談那個 理性外面的那種純粹人的信仰的那個東西 那麼當他在比較這兩個faculty 的時候 在第二本著作裡面 他就在講 theology 跟 philosophy 他們之間會有怎麼樣的一個衝突跟矛盾 這個正是康德所關心的一個 宗教上面的一個這個課題 那麼在那個課題裡面 他就以一個哲學家的方式 來談到亞伯拉罕的這件事情 那這個正是我要給大家看的 然後我要給大家看的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書裡面 22頁很長的這段影文 那在這段影文裡面 你可以看到康德一方面表達了 當然他是一個哲學家 一個學者 所以他寫的就文周周 而不像是 Cherio 所寫的那麼的直白 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 他表達Cherio 的那兩點幾乎是一樣的 那麼第一點呢 就是這個 22頁的第一行開始 他說 如果上帝對人說話的話 康德也很清楚的 就是在這個基督教 以及這個賞族的這個傳統 事實上上帝都是用說的 對不對 包括上帝創造世界也是用說的對不對 這個太初有道 道是什麼 就是說 太初的時候有說話 太初有道 道與神同在 道就是神 這是約翰福音一開頭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的 那麼很多人說太初有道 就不知道什麼玄妙的什麼道 其實他講的就是太初有說話 因為上帝創造世界是用說的 當世界什麼都還沒有的時候 全世界什麼都還沒有的時候 沒有地球 沒有人類 什麼都還沒有的時候 上帝要創造世界 所以這個世界就只有什麼 上帝 可是上帝是什麼呢 他並不以形象的方式出現 上帝其實就是那個說話的聲音 那他怎麼創造世界呢 他從光開始創造對不對 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他用說的 那約翰福音在談到這件事的時候 他因此說 太初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世界都還沒有創造的時候 他說有道 有道就是什麼 人家在說話 就是古代誰什麼人說什麼話 就是比如說孫悟空說什麼 行者道對不對 道就是說話 太初有道 然後他說道與神同在 他說這個說話跟神同在 下面那句話我覺得更根本就是 道就是神 這上帝不外就是這個說話的聲音而已 就是這個說話的聲音 這些其實都顯露的在 這個散族的這個傳統裡面 這個話語 神就是這個話語 的一個重要性 好 那現在康德現在提到 他說 You God should really speak to man 如果上帝真的對人說話 Man could still never know that it was God speaking 他說你也不知道那是上帝在對你說話 搞不好是魔鬼在對你說話 然後魔鬼可以騙你對不對 他假稱他是上帝 然後他在對你說話 所以他說人有可能不知道上帝 他說 It is quite impossible for man to apprehend infinitely by his senses 他在這裡面就把上帝說成是一個無限者 人是一個有限者 有限者怎麼有辦法去認識無限者 並且確定他就是無限者 康德說我們用理性的思考就知道 對於人來講他要去辨識出 那就是無限者用他的感官 他的感官現在就是聽覺對不對 他說一聽這就一定是上帝 他說康德說我很質疑 你真的知道嗎 你知道那個就是那個唯一的真神嗎 他說所以他說這相當的不可能 It is quite impossible for man to apprehend the infinite by his senses Distinguish it from sensible being 把這個對他說話的聲音跟其他 他所能夠感知到的的來加以區別 and recognize it as such 這個 as such 指的就是 as God 然後確認說這個是上帝 然後我另外聽到的那個聲音是幻聽 或者是別的邪靈在跟我說話 他說康德說我覺得很可疑 有誰有辦法去做這樣的一個區別對不對 而正是 Sheryl 他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不就開始他說 First I'll question if the voice was God 他說首先我要懷疑的就是 這個聲音真的就是上帝嗎 那康德他在理性思考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也想到的就是如果你說上帝對你說話 你能確定那就是上帝在對你說話嗎 作為一個有限者你怎麼知道 那就是那個無限者的聲音呢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他接著說 這個在二十二頁的第四行 他說 but in some cases men can be sure the voice he hears is not God's 他說在某些情況下 我們倒是可以知道 他所聽到的哪些聲音不是上帝的聲音 他說 for if the voice command him to do something contrary to moral law 康德回到了他的這個道德哲學來 他講到道德律對不對 他說如果這個聲音要他做的事情是違反道德律的 然後他說 then no matter how majestic the apparition may be 他說不管這個幻影是多麼的堂皇多麼的偉大 那個聲音聽起來是多麼的雄壯威武 他說不管怎麼樣 and no matter how it may seem to surpass the whole of nature 或者是他怎樣的超越了自然 比如說他可以產生火光 或者是產生閃電 或者產生什麼這樣的一種情況 他說 he must consider it an illusion 那麼他說這個人大概都可以去判斷 這只是一種幻覺而不是真正的 那麼康德所講的這個話不只是如此而已 他講了這個話他又寫了一個注釋 那麼這個注釋就是在二十二頁那個引文下面 他說 he adds in a full note 他就講到亞伯拉罕 他說 Abraham should have answered the alleged divine voices by saying 他說亞伯拉罕應該什麼 回答那個號稱是神的聲音的 這樣子的來回答他 他說 that I should not kill my good son is clear to me 我不應該殺我自己的好兒子 這件事情對我來講是很清楚的 but that you who appear to me be God 他說但是你呢 這個顯現給我告訴我說是上帝的這個你 that is not at all clear 你呢卻是不清楚的 and can also never become clear 而且呢可能永遠都不清楚 這意思是說 我不應該做這件事情 這是清楚的 因為這個是有在康德看來 就是道德的判準道德律 這是一個很長的事情 所以我不應該做這樣的一件事 這是很清楚的 然後你說你是上帝 這件事情非常的不清楚 我不能夠確定你是上帝 對不對 而且呢很可能你再怎麼樣 我可能都不能夠很確定這一點 那這個是康德的意見 然後他因此就得到一個結論 在二十六月的第二段 他說 share and come are in the goodness camp 他說他們都在這個好的陣營 善的陣營裡面 也就是說對他們來講 做對的事情是比較重要的 至於那個叫做上帝 或者是也許在希臘人那邊 是阿波羅或者誰 你能夠那麼確定他就是對的嗎 這個其實是可疑的 其實是可疑的 這個是他在這裡 所談到的的這個他們的那個差別 所以在這裡面各位就可以看到 Samuelson 在這樣的一個敘述的過程當中 他把一些人歸到這個所謂的 善的陣營 你在這裡面看到什麼 蘇格拉底 對不對 然後share and come 然後他把一些人歸到那個力量的陣營 就是我要聽誰的話 他說 useful 就是這樣 對他來講 虔誠就是聽神的話就對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亞伯拉罕 亞伯拉罕真的 竟然為了要表示他對神的虔誠 然後他就要去殺他的小孩這件事情 那麼他因此要來談談這個 亞伯拉罕這件事 在二十二頁的中間這一段 他首先就提到 他說 Abraham is in the power camp 他說亞伯拉罕就是在力量陣營當中 然後他瓜谷裡面說 Though in the tale of the destruction of Sodom where he challenges the justice of God's race he switches to the goodness camp 他說在另外一件事情上面 我們必須說 亞伯拉罕他是在善的陣營 而不是在惡的陣營的 那麼聖經的創世紀 並不是只有寫上帝創造世界 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然後創造到人就沒有了 其實聖經就一直寫下去 這個亞當夏娃對不對 然後諾亞方舟 然後就一直到亞伯拉罕 那麼在這個傳統上面 你可以說這些一神教 鬼教 猶太教 基督教 他們可能都是同一個上帝 其實都是同一個上帝 因為他們都有這些故事 唯一的神他創造世界 只是在不同的宗教裡面 他被稱為阿拉 或者是被稱之為叫做這個 耶和華 或者是稱之為叫什麼 不同的名稱而已 其實他們是同一個上帝 那麼在那裡面 我們看到亞伯拉罕做了一件事 那件事情他顯然沒有完全 跟上帝是站在一起的 在那裡他顯然有一個他認為 什麼才是對的的事情 那麼這個就是在 創世紀的第十八章 第十六節一直到三十三節 但是我實在寫不下去了 所以我只這裡寫到二十三節 那麼就是什麼 上帝他對當時的兩個城 感到非常的不滿 他要把這兩個城給毀滅掉 給毀滅掉 那亞伯拉罕知道了 上帝想要做這件事 你知道蝙蝠俠的裡面那個城 其實一方面指的可能是紐約 但是在另一方面所指的 其實就是這個Sodem這個城 你可以看到他是這樣 他說那時候有就是三人 這個三人就是上帝 可能另外兩個是天使 他說三人就從那裡起行 向索多瑪 索多瑪就是Sodem這個城觀看 然後亞伯拉罕也與他們同行 要送他們一城 然後亞伯拉罕呢 知道這三個人可能會去消滅這個 索多瑪這個城 所以他就一副就是我要送你們 他想要找機會去說服這個 耶和華不要做這件事 那麼耶和華首先說 他說索多瑪和俄摩拉的罪惡甚重 身文於我 我現在要下去查看他們所行的 果然竟像那達到我耳中的聲音一樣嗎 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 然後二人轉身離開那裡 這個二人顯然是什麼 三人當中的另外兩個人 向索多瑪去 但亞伯拉罕仍舊站在耶和華面前 亞伯拉罕近前來說 無論善惡你都要剿滅嗎 他問的就是說 難道索多瑪一個好人都沒有 你要把這整個城給毀滅掉啊 你如果看給弘祥那個故事就是這樣對不對 就是因為這個城是邪惡之城 雖然這個邪惡之城裡面也會有好人 但是呢 某些像Joker或者誰 就是讓這個城給毀滅掉吧 那上帝看起來好像就是要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亞伯拉罕在當時 他顯然 並沒有完全照著上帝的旨意 他就開始想要去說服上帝 然後他先從五十開始 他說假若那城裡有五十個藝人 這裡五十個藝人當然指的就是有五十個好人 你還剿滅那地方嗎 不會成裡這五十個藝人 饒恕其中的人嗎 將藝人與惡人同殺 將藝人與惡人一樣看待 這斷不是你所行的 審判全地的主 其不行公義嗎 他就想要去說服他 他說五十個人 那結果呢這個耶和華就說 我若在索多瑪城裡見到 見有五十個藝人 我就為他們的緣故饒恕那地方的眾人 他說如果我找到五十個好人的話 我就不毀滅這個城了 然後亞伯拉罕就想說好 他要進一步去說服他 他說我雖然是灰塵還敢對主說話 他就要繼續說服他 所以呢他就說 那現在不是五十個四十五個 那上帝就說好如果有四十五個 我就不毀掉 那這個亞伯拉罕說四十個呢 然後三十個 對啊 那個聖經你看啊 他就很囉嗦的就一直寫 亞伯拉罕在顯然 他要透過討價還價的過程 讓上帝不要去毀滅掉一種座城 因為那裡面可能有很多的是無辜對不對 而且毀滅的話不會是只有人啊 寵物呢 其他的生物呢 那個一座城整個毀滅掉 那是所有的森林塗炭 這個任何活的東西都會死掉 所以他講到最後十人 然後上帝耶和華聽到這個十人 他答應了他說我找到十個好人 我就不毀滅掉他 然後就是那個點點點後面 耶和華與亞伯拉罕說完了就走了 亞伯拉罕也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去了 那他講的就是這個典故 就是這個 Samuelson 在這裡面他說 他說在這件事情上面 他覺得亞伯拉罕有關於這個 Sodem 這個城 他對上帝講的話 他其實是站在善的陣營的 但是當上帝說 你要為我殺掉你的兒子 Issac 的時候 他覺得他就沒有站在善的陣營 殺掉自己的兒子 他的兒子也是一個無辜的人 為什麼他要為上帝殺掉他 他說這個時候 亞伯拉罕就什麼 跑到那樣的一個 所謂的力量的陣營去 他接受那個力量的陣營 要他做一件 看起來是不對的事情 他竟然就去做了 他覺得在這點上面是 是需要檢討的 那麼所以他在 他在這裡 他就 這個 討論這件事情 然後他談到 在 二十二頁中間這一段 的最後四行 他說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ory 他說傳統都在 尤其在聖經很多的解釋 或者如果你聽 牧師神父的解釋的話 他說 Lord Abraham for his faithfulness 他們都在讚美亞伯拉罕說 你看 他的信仰 多麼的堅真 多麼的 真誠 for pacing what must be the hardest test of all 他通過了一個最困難的測試 測試他的信仰 the willingness to give up your own child 願意把他的這個 兒子獻祭給 這個上帝 那麼幾乎所有的宗教都在 讚美這樣的一件事情 那麼 Samuelson 在這裡 他提出了一個 反對的意見 就是下面一段 他說 But couldn't it be that Abraham failed the test 他說 其實會不會 其實上帝說 你沒通過測試 會不會上帝是這樣 對不對 就好像我說 你們要學會獨立的思考 對不對 那結果呢 你就聽我的話說 我要獨立思考 你反而是沒通過這個測試 因為你最終 你沒有做獨立的思考 你只是什麼 聽別人這樣說 然後你這樣做 然後你這樣做 那有沒有可能在這個故事裡面 聖經其實要告訴我們的是 亞伯拉罕他是沒通過這樣的一個測試的呢 那他在下面 他就解釋了這幾個這個看法 他說 在一些猶太教的一些經文裡面 那麼這個 事實上認為 亞伯拉罕呢 是做錯了 所以亞伯拉罕的子孫 最後為什麼要受那麼多的苦 我們是 但是這些都不是什麼 正統的正經 我說正經就是正統的 這個經文的詮釋 在一些 不視為是正統的經文詮釋裡面 有一些人認為 亞伯拉罕在這件事情上面 其實是錯的 其實是錯的 那麼 而這個錯他所受到的一個處罰 就是 就是亞伯拉罕的後來的子孫 並不用很順利 這個顯示 上帝其實不滿意 亞伯拉罕真的去殺他自己的兒子 這是一種解釋的方式 那麼 Samuelson 也提供了一個解釋 就是在 二十二頁倒數第二段的最後三行 他說 Or maybe Abraham is punished in the story 他說 也許亞伯拉罕早就受到處罰了 For he must leave the rest of his days with a broken trust 他從此面對他的兒子的時候 他必須要 看到他的兒子的那個破裂的信賴 他兒子以後大概不會信賴這個爸爸 對不對 把這個兒子給犧牲掉 他說 If not our right rage 如果這個兒子不是對他就是非常的憤怒 而是 in his beloved son's gate 就是當他兒子看著他爸爸的時候 這個爸爸是可以犧牲掉我的 那這個是人跟人之間的一個很直接的關係 他說 也許亞伯拉罕以後看到他兒子的時候 他都要抱著某種歉意 他竟然為了要顯示他對於上帝的信任 而可以殺掉他自己的小孩等等 這個當然是Samuelson 的一個講法 但是在這裡面他認為 亞伯拉罕在這個方面 他沒有什麼 回到他自己的心裡 聽他心裡的話 而是接受一個外在要他做的 莫名其妙的事情 然後他去做了 那麼這些都跟什麼有關 都跟我們在這門課的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談到 Hana again 講到邪惡的平庸 我說那個 那個事情的邪惡其實就在於 那些納粹的官員 他們並不是壞人 但是他們說 上面叫我怎麼做 殺猶太人 所以我就去殺猶太人 我只是照做而已 對不對 他們其實就是站在那個power 的陣營 他們不是聽他自己內心的聲音 那麼作為一個哲學家 就是進入哲學 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最終要回到你的這個初衷來 而不是當一個人宣稱他是權威 宣稱他是你的這個主治醫師 或者是你的老師 是你的父母 他們總是說 我是為你好 對不對 我跟你講人是無常的 父母有時候為你好 有時候並沒有為你好 可能是為他好 所以 他是變來變去的 對不對 所以最終你要按照你自己的獨立的判斷 這個是進入哲學裡面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麼他講到這兩個陣營 其實就是要去表達這樣的一個想法 我們今天就先上到這個地方 除了給你 因為我不瞬不夠 我心裡不忍不散 Especially我 你還沒打到這個我們 我不用了 魂加綠炒 我 isn't想了 然後你沒問題 他想要去表達 說話 有點突然 我心想要說 你無故 我跟他去表達 我是不是 你別人 你不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